好多人,天啊 好多人 喂,喂,哈囉,大家好 這一節的議程是用GitHub Action 幫Minecraft Server做一個 Static Card 因為這一節的議程只有十分鐘 然後加上內容其實做的有點太多了 所以變成我們只能 很簡單的把GitHub Action的介紹 還有那些重點設定 帶完,然後還有當初 在寫這個東西的時候,碰到的 比較可能會碰到的問題 帶過去這樣子 那我們預計會這樣子 把那個整個程式寫出來 就是檢查Service的狀態,然後 解析它Response的Data,然後 把狀態卡生成出來,然後 做一個Commit以後直接推到GitHub 那這一段,因為 都可以直接用TypeScript還有JS寫完 然後官方在GitHub 他們有給我們一個 JS的套件,所以我們待會 直接用JS來做會比較快 好,那我們現在認識一下 那個GitHub Action 他們給了三種類型的Action可以使用 第一種是JS的,就是他們比較推薦 簡單的Action會用這種東西來寫 那因為它要打包所有的 那個Dependency 然後放在 你的GitHublinerepo上面,所以 它不太適合有那種、C++ Such 那些放在C++++的的,或者是它的Dependency很多的裝案 那Docker Action就是你可以直接 用一個Docker的Image來做Action的處理 那 線上它是什麼東西都可以跑 然後之後 composite 就是 你可以把show script的那些再加進去 應該說是最有辦法 靈活使用的 action 這樣 然後 dark action 它的問題就是你要跑一段 image build 的時間 所以如果你不想要 build 的話 你就用 composite action 來直接把那個 image拉下來這樣 然後如果是我們要寫 tactic action 其實可以直接用 GitHub 提供的那種 用範例的 repo 然後直接用範例來快速建起來這樣 然後它主要的設定都會在這個 action.yaml裡面 那裡面設定的主要最重要的就是 你的 input 還有你的執行環境 那下面的那個 runs 就是它的主要執行環境 那這邊用的是 node 所以它就會指定說它的主檔案在哪裡 還有 node 環境 那 inputs 就是之後我們 action 裡面要用到的使用者輸入 那這東西就最為重要 所以就簡單帶過 那組成是因為沒有時間 所以大家有興趣的話再到 repo 看這樣 那我們之後我們就直接把那個程式 然後做打包 然後上傳 那因為剛前面有講過就是 node 的環境一定要那個 把整個 dependency 都打包起來 所以官方是推薦用 NCC 就是 Verso 給的一個打包工具 然後把所有的東西 呃 包在一起 然後上傳上去 那上傳的時候你就會發現它會被 reject 那因為我們 Defendency 有點大 所以 呃 你有可能就有用到 C++ A down 的時候 它會因為檔案過大被 dhub reject 掉 那如果你用 LFS 上傳的話 它會因為 LFS 檔案其實是一個 fire pointer 所以也會被 呃 也會不能跑 那之後 就像這樣子 底下都是 dependency 你就在上傳上去也不能用 那之後只能換成 capacity action 或者是 Docker 的環境來跑 那我們這邊就 因為 Docker 的 action 要做一個 build 的環境 所以 呃 比較慢 那我們就用 capacity action 用 show script 把 image 拉下來 然後再執行這樣 那我們 只要改那個 呃 讓死的那種環境 把它改成 capacity action 然後再加上 呃 因為我們這些 input 要傳到 show script 裡面 所以我們要把這一些 input 它原本是用環境變數的方式傳入 要再把它傳到 show script 環境變數裡面 這樣 所以底下就是在做 呃 把那些環境變數重導向的部分 然後這是 Dockerfile 那沒有時間這樣直接跳過 那這邊在那個 環境變數的部分 也是要把它在 show script 裡面 再重新導進去一次這樣 然後這一邊我們是利用那個 gip out action 它的 workflow 然後再來我們每次 呃 把 commit 推送到 呃 推送到組分支 或者是我們發出 release 的時候 呃 直接把整個 image build 起來 那之後 build 完以後 我們就可以在 呃 執行的時候 然後把那個 放在 Docker Hub 的 image 拉下來 然後直接執行 這樣子我們 就可以不用像 如我們前面設定的那個 Dockerfile action 要重新每次都要做一個 build 的動作 然後這個一樣就是 前面講過的 主要的程式嘛 那基本上就是 前面講過的 就把伺服器的資料 呃 讀取出來 然後 呃 用 canvas 畫一張圖而已 所以就不講 那 主要再來是 這個 應該是不是看不到的 就是 呃 他們提供的 呃 GitHub 提供的一個套件 然後它可以 直接方便的讓你 把那個 GitHub action 的 呃 Input 吃進來 它是從環境變速吃的 所以這邊就是 呃 在上面會 組成式的地方會把 Input 用 target 的套件吃進來 然後再傳到 Commit 這邊 然後 就把整個 呃 檔案生出來以後 推送到 GitHub 上 那 使用上的時候 就另外建一個 report 然後 使用前面建出來的 action 那 做出來的圖片就會像下面這樣子 那 你在使用的時候 主要是用到 呃 GitHub action 它有一個 Chrometab 的部分 那 在Chrometab的 就是 有點像是Chrometab的語法 它會定期執行 就是 你指定的 GitHub action 所以上面有一個 schedule 然後 用 Chrometab 語法指定 那 這邊是 每五分鐘執行一次 那 下面就是我們設定的 GitHub action 然後 還有 呃 它的 Input 這樣 那 下面的就是指定說你 server 在哪裡啊 然後你的背景圖要放什麼 然後還有你的 GitHub token 那 最後執行起來就會像下面這樣子 它就會 每一段時間就會定期執行一次那個 整個 workflow 然後把 呃 刷新完的 GitHub 呃 刷新完的 status card 然後傳到你那個 repo上面 然後下面就寫說是你的 action bot在執行這樣 那 比較需要注意的點就是 呃 雖然我們設定Chrometab是每五分鐘 執行一次 但是 GitHub 他們官方有說 呃 就是他們 server 在忙碌的時候 其實不會就是照你說的這麼準時 每五分鐘就 跑一次 action 所以 你可能看到的會像是這樣子 就是可能 每隔15分鐘跑一次或10分鐘跑一次 有可能你過一小時兩小時再跑一次 所以其實這個 目前 這種算是趣味應用 呃 它是比較沒有 真正的生產價值 所以 我做這個的目的 比較想說 就是有辦法 利用 GitHub action這種免費 runner的形式 就是 然後來做一些比較趣味的應用 因為它 沒有辦法真的很準時的 在你指定的時間點執行 就是 希望未來大家可以那個 就是 呃 多多發掘這種 比較趣味的玩法這樣 那 再來因為剩13分鐘我們直接進QA這樣 因為前面講很快 如果有問題就可以直接問 OK 覺得比較 然後 還是我再講一下那個 好像好像差不多 OK 好 不好意思 想請問那個 因為 我是GitHub Action的新手 然後對新手來說 最常遇到的就是 會接破的 可是因為GitHub Action 每次送上去的時候 它都要等一下 如果錯了之後 然後再一直重複測 就會花蠻長的時間 那請問你是 戰鬥總車的話 你是開一個大車 可以開個大車一點點嗎 還是有用 它 呃 有一個 專案我最近看到 是用購寫的 它叫ACT ACT 然後它可以在本地直接執行 對 但它也是有限制 就是它只能執行那種 Push 或者是 呃 就是特定的工作流程 它沒有辦法像說 GitHub一樣什麼流程都可以執行 還有其他問題嗎 我們還有兩分鐘 有沒有講太快了 所以沒有聽懂 我好像只有講個大概 最後的結果 最後的結果它會是 呃 就是直接是一個PNG檔 然後那個PNG檔會放在report裡面 那 這一個report像是它 這就是直接推到master分枝嘛 那我們可以直接根據它的那個 你點下去那個status chart的那個 答案的時候它會給你一個路徑 那那個路徑就可以 每次都可以連到你最新的那張圖片檔 上面去 這樣 那如果你是直接放在discord的那種平台 因為它是預覽的 它有點像爬蟲 所以你只會看到當下的結果 但如果你放在remit上的話 你每次出現的都會是最新的卡片 這樣 那時間也差不多了 那就這樣子喔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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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没有我把那个朋友的议程听完以后再下去看 感谢观看 那我必须在我开这吗 正账号 应该还好 因为密码 太狠了 反正应该没有什么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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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儿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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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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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什麼東西,然後他可以做什麼,然後跟其他的東西的比較 先自我介紹一下,我是目前NCU-DDSC剛協任的Corting成員 Flutter是由Google開發的一個UI Framework,或是一個UI Toolkit 怎麼講都可以,因為官方兩種講法他都承認 對,然後Flutter他是跨平台支援,他有支援在Android、iOS、XR跟WebSite的支援都有 那他是用來開發,原本的用意是用來開發APP的啦 那但是他後來stable在WebSite之後,他可以拿來做網頁之類的東西 好,那為什麼我要選擇Flutter的原因 就是第一個是他使用Dart的語言編寫 那當我們在開發的過程中,我們會需要我們的APP開發 我們會想要及時的看到他APP的反饋嘛 那這時候他Dart語言的好處就是他用GIT,也就是just in time 那他在用Dart VM的時候,他會及時的去對APP做Hot Reload Hot Reload就是代表說你在更動程式碼的過程中 你可以直接對那APP螢幕上面會直接對你的程式碼進行反饋 那我們就可以即時在螢幕上,也就是在你的Android模擬器上面看到你那個APP的改動 然後在你開發完之後想要把整個APP上production的時候 Dart VM會採取AOT,也就是ahead of time 那他會把整包程式碼,把它轉換成X64、X64或X86的Encore 然後把它打包成一個Package 讓你在整個上production的時候會整個會快速很多 然後他在上production的時候,他是以每秒120幀 就是目前官方時就是120幀的刷新速率在運行的 那它的Dart語言編寫跟GS語言最大不同就是它的結構很清晰 應該說蠻簡單的啦,它就是有點類似我們在寫web的時候的Dome 然後它就是一層包一層,然後很明瞭 如果對GS有學習困難的人,就是怕寫人像是龜派氣功那類的東西的人 可以來學習一下Dart語言 對,然後那Flutter本身的Render方式是依靠自身去渲染APP 那它跟其他APP不一樣的,跟其他Native語言不一樣的地方是 它不會去跟platform要OEM Widget的使用 那它是靠自己的程式去渲染的 那所以它需要對platform的要求只有對它的Canvas跟Event 那這邊Event是講說Bluetooth的支援 或者是上下拖椅移動那些的手勢Gasture之類的 所以你只要跟platform有一張Canvas畫布 你可以在上面畫出一些很漂亮的東西 那由於它不需要用Native原生的東西來繪畫 所以它的可發揮度跟自由還有那個繪圖形都非常的高 所以你可以畫出一些平常原生platform看不到的東西 所以你可以畫出一些很精美的動畫 那它的6th turn architecture大概是大部分實作在Dart的語言上面 然後底層的核心C++語言是用SkiR去具體繪畫的 然後所以你在trace bug的時候 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上面的material 然後還有vision那邊 我們可以透過上面這層framework程 然後很清楚的去debug跟trace你的錯誤在哪裡 也方便開發人員進行除錯這樣子 那這大概就是整個Flutter可以達成的事情 就是不像現在有一些APP程式還是一樣 就是看起來很醜陋 然後用起來也非常的緩慢 對就是有可能就是某一部分行業 我不說是哪一頁就是 比較很醜陋然後都是方形 然後沒有做一些特別的優化之類的 好那這裡跟一些其他原生的程式去做比較 就是先對reactive做比較 那reactive它是透過fabric 然後去mount到Android或iOS上面的系統 那它會對它的實際上的VDone去做渲染 那他們的共通點就是他們都有支援hard reload 然後但是他們兩個不太 那他們兩個目前都很熱門就是如果要競爭的話就是目前在市面上都蠻熱門的 然後他們會說那這兩個東西到底差在哪裡 那差在就是reactive它是會去抓platform的那個 OEM widget 就是會長這樣子 那它實際上你去抓OEM widget 那就不像Flutter那樣 它可以靠自身去渲染APP 那所以它的發揮性有限 就是你可能都要用官方就是platform上面的元素去做套件 所以你能看到的東西都是一些可能Android上面的東西 所以它看起來的成品都是大致上都是一致的 那這裡再跟Cotlin做一個比較 那Cotlin也是一個跨平台開發的 那它跨平台開發的時候它是透過轉成不同的specific platform的version 那它有CotlinNative或CotlinJVM或CotlinJS 然後再把這個東西轉換成各平台上面的語言 然後再把它去做開發的 然後Cotlin跟前面的reactive還有Flutter去做比較的話 它就是不支援Hot Reload 但是它對於原生平台的支援比較高 也就是說它對第三方API的支援是比較完整的 所以假如你用到原生的東西的話 它會比reactive跟flutter更來得快 所以這裡就是圖演出flutter的一個小小弱勢 就是假如有第三方API的話 它會稍叫reactive跟Cotlin還要滿 然後還有一個小弱點就是它在編譯的時候 就是你要在執行其他都要進行編譯 就是要進行一些比較緩慢的編譯 那接下來就是在講說今年Google I.O.在2022釋出的flutter 3的版本 那它今年宣布就是在Linux跟MacOS上面進行stable了 所以它基本上目前在各平台上面都已經算是stable 就是目前你能看到的Windows、Linux 然後手機、Android、iOS全部都已經stable了 然後它在今年稍早2、3月已經stable的網頁版本的話 它有進行去優化的動作 那它把目前的image decoder把它替換成了目前Chrome在用的東西 所以假如有大量的圖片渲染的情形的話 它會變得更滑順 就是類似如果你有一堆GIF或是一堆影片的話 那它會在loading的時候會更滑順 不像之前二版的時候它會假如你GIF一多或是影像一多 它就會開始卡針或是掉針之類的 然後它也提供了DevTour 就是下面這個 它提供了完整的整個Path Tracks的過程 那你可以看到哪一個Widget進行渲染 或者是哪個Widget在卡你的效能 那這也是目前除了手機以外 那Web的一個大發展 然後還有GameTourKit的發行 那GameTourKit其實也是Flutter一直在提倡的東西 因為他們不希望Flutter只是一個開發APP的東西 他們希望Flutter開始走一些鞋門歪道 就是他們不希望他們值得走 他們希望它鞋的走 所以其實Flutter在以前二版的時候 就已經有GameTourKit的使用人員在了 只是他們在三版的時候把它們打包成一個更完整的package 然後讓使用者可以去進行使用 那他們在三版釋出的一個範例程式就是這個 那非常的精緻 大家可以上網去查 就是它好像叫Flutter Pinball 那查一下就可以上網完了 對 那就是把整個使用者帶往遊戲業的發展 所以讓使用者可以更容易的接觸到Game的這一塊 那這個大概是整個Flutter 3的簡介 那如果有人有什麼問題嗎 請問 我想問是你剛剛有提到說 它對原生API資源度比較差 然後Coling資源度比較好 然後可以再稍微詳細講一下 好 那簡單來講說是因為 Flutter 它不會去拿Playform的OEM Widget 那所以代表說它的東西都是由自身去渲染的 那Coling簡單來說 它因為它會去操縱OEM Widget 那所以它在API的使用上 它會應該說它的Library裡面 會支援比較多的Android跟IOS的東西 都已經幫你包好在裡面了 所以它裡面在使用的時候 它會對原生的東西支援度比較高 那Flutter在使用的時候 因為它不是用原生Native平台的東西 那你要去Col原生Native平台的東西的時候 那它會在效能上就會有所落差 我的理解是 這個Widget是我們可以看到的那些Native 還是包括它在後面的層次都算 Widget就是 應該要講說是 你創造你在層次上面寫出來的東西 它是靠怎樣的東西去渲染出來的 那Flutter是靠它自身的整個一套Colbase 就是 這個 它自己去把它做 在Skia那邊 它是自己去繪畫出來的 那不靠Native原生平台的東西 所以它不會去跟你手機上面的Android和IOS系統做溝通 也不會有任何的Context Switch的問題 對 然後 但是Widget是在Clautaline方面的話 它因為 會對原生平台去做架接的動作 那所以 它會去跟原生平台做溝通 對 那還有其他有什麼問題嗎 那沒有問題的話 時間好像也到了 對 好 那謝謝大家 我覺得 真正的 很難的 你應該說 這倒楊的 這個 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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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看起來 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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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justment 准备 类似的 寫出一個圍捲 然後... 然後... 蛤? OKOK 應該這樣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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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這個... 嗯... 我發現這個Key的就是... 他頂著運動的時候我會去看他... 他會去查看樹裡面覺得說這個歷史不存在的話 他就是把它定出來 然後假如不存在的話他就... 假如要做歷史的東西 就會這樣子 這樣子 我會這樣有沒有解釋到你 對 他類似說就是不一樣 您這樣搭拜的一年 你也要去做, Beethoven 他覺得有很多人在那裡 你也去做發展 還沒做得到 我講到什麼他沒有拿來 會今天就說就是一個人 我調教他 你現在... 成功的掌握 會還沒做到 他有錢 會有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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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彼此 會有錢 OK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现在大三升大四 然后我也是NCHU GDSG的Core Team Member 然后也在中心大学的NLP实验室担任研究助理 然后今年暑假去工研院的资教服务与智慧决策部担任实习生 那我主要的研究领域有网页的前后端 机器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 好那首先就是今天开始之前呢 今天的头影片有公开 那大家可以扫描下面这个QR Code 那待会听演讲的时候就可以边听边参考这样 好那我这个画面就大概放个30秒 好那趁下顺便问一下 就是在场的人有人之前听过NLP的吗 可以举一下手啊 好OK 那就是没听过NLP也没关系 因为今天的话都是讲 就是很基础的部分 就算你之前没有听过 也是可以 对也就是不用担心啦 还是可以留下来听 好那就差不多就开始今天的议程 那首先目录的部分 我有分成这几个章节 就是NLP是什么 然后NLP有什么用 然后再来是讲语言预训练模型 然后是Google CoLab加Hugging Face的试作 最后是参考资料和总结 好那首先就来介绍一下NLP是什么 NLP的话呢 它的全名是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所以就简称NLP 那中文的话呢 就是自然语言处理 那它其实就是一个 电脑科学加上语言学的一门学问 那另外它也是人工智慧底下的 其中一个分支 那简单要一句话介绍的话 NLP就是探讨如何让电脑去理解 然后甚至去运用这个自然语言 那这边就有一个名词需要解释 就是什么是自然语言 那自然语言的话呢 其实就是人类为了沟通 所创造出来的语言 那通常会有固定的文法 那形式很多元 可以是文字啊 或者是语音或者是符号 这些呢通通都可以算作是自然语言 对 那自然语言处理的话 其实底下呢又分成 可以细分成自然语言理解 那就是NLU 那它就是研究如何让电脑 可以把人类的语言转成数值的资料 所以简单来讲 就是让电脑呢 可以去读懂人类的语言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自然语言生成 就是NLG 那则是研究如何 就是让电脑把数值资料 转成人类的语言 所以换句话说 就是让电脑呢 可以去产生有意义的文字这样子 所以这两个概念呢 其实是相对的一个概念 好 那接下来就来介绍那个NLP的实际应用 那因为实际应用很多 所以我这边就直举三个当作例子 那首先是那个email的筛选器 那它可以根据信件的内容来过滤 垃圾邮件 又或者像是Gmail 它会帮你分成主要 然后社交跟促销 就像下面那张图 那你的搜索夹看起来 就会比较整洁一点 就会不会整天都收到广告信 很烦 然后呢情感分析也是 就是有些公司会去 社群媒体上面收集客户 对他们自家产品的一些留言 或是评论 那就可以分析他们的 评价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那就可以及时改善他们的行销手法 那另外像是智能助理也是 像是Google Assistant Apple的Siri 或者是Amazon的Alessa这些 那都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那除了可以请他们帮我们处理各种琐事之外 那也可以跟他聊天或讲笑话之类的 对 那这些上面那些都可以算是NLP的运用 但是因为今天时间有限 所以我们就直接跳来讲这个语言运训练模型是什么 那语言运训练模型是2018年 Google首先提出Bert这个语言运训练模型之后 就对NLP带来了革命性的突破 那为什么要放下面这张图呢 那其实那个黄色的角色 他的名字就是Bert 那他是芝麻街里面的一个人物 然后也就很神奇 就是之后很多NLP的模型都会以 芝麻街角色的名称来命名 就也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就很有趣这样 好然后 那Google做了什么呢 他们先收集了很大量的资料集 是Book Corpus将上English的Wikipedia 总共33亿个字 然后用非监督式的方式来做prechant 然后之后呢 就拿这个prechant好的模型 去对特定的下游任务来做Fyton 好那结果就是意外的都比之前的那些传统模型还要好 那当年就是很少了整个NLP任务的排行榜 对就是无人能敌 好那这概念一开始听到的时候 可能会觉得很难以理解 但其实这个概念就很像我们在学中文一样 就是我们从小到大 身边的人都在讲中文 所以你耳濡目染之下 你基本上不用特定学 就会已经有一个基本的预感 那如果这个时候呢 再叫你去学一些特定的任务 比方说照样造句之类的 那对我们来说就非常简单 就比起可能完全没有接触过中文的外国人来说 我们学就相对就会快很多 所以我们在做Pretrain的时候 就相当于是让模型先学会这个基本的预感 然后再让它做Fyton 那Fyton就是让它去学习这个特定的任务 但是除非你是大企业 不然你要自己从头Pretrain一个语言语论模型 根本是天方夜谭 那就作为参考 这边假如你要训练一个 1.1亿参数的Bird Base的模型的话 那你要花16个TPU 然后要跑4天 而且刚才也讲说 那个资料集有33亿个字 一般人根本没办法收集那么多资料 也没地方蠢 所以呢 基本上现在都不会自己来做Pretrain 那就是幸好那个Bird的作者呢 有开源 他们已经Pretrain好的模型 那你就 相当于是直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让我们做下游任务呢 都变得既轻松又有效 所以呢 近几年来NLP的现况 大概就变成这个样子 就是NLP的研究者呢 基本上都跑去研究Bird这方面的 那就变得比较少人在研究传统的模型 因为Bird就很强大的 好 那 再来是说Google提出了Bird之后 那其他的大企业呢 也就跟着竞相的推出自己的语言与训练模型 那我们可以看下面这张图 首先Bird是在这个地方 那它是340 million的参数 然后后来呢 OpenAI提出了GPT2 那它是1500 million的参数 然后后来Facebook也有一个Robota的模型 然后之后Google又有提出一个T5模型 然后这边是Microsoft提出的图定NLG 那这个时候就有17000 million的参数 反正后来的参数就是一个比一个大 就是越来越夸张这样子 然后但是可以注意到这边有一个Distil Bird 那它其实跟Bird的效果是差不多的 但它只需要66 million的参数 对 所以就是有一些研究就是在研究怎么 在相同的效果底下减少参数的数量 好 那刚才那张图呢 只记载到2020年的模型 那这边有到2022年的模型 对 那后来呢 OpenAI又有提出GPT3 那这个时候就有175 billion的参数 然后最后就更扯 那个Metra的Tooling NLG 然后它有530 billion的参数 反正就是超级无敌大就对了 好那接下来就是讲这个Google Collab 加上Hugging Face的始作 那就来介绍一下这个Google Collab 那相信只要你有使用过GPT3 notebook的人 那对这个来说就一定不陌生 因为它们两个非常的像 那就列出它的一些优缺点 首先优点的部分就是 如果你使用Collab的话 你不需要自己架设环境 你只要有网路 然后有浏览器 那你就可以连上它们的伺服器 然后去执行你的Python程式 那再来就是 它内建有很多机器学习的套件 像是那个TensorFlow啊 Pytorch Psychi Learn这些 那就不需要花时间额外去下载 那另外就是 这一点我觉得蛮重要的 就是它可以免费地使用GPU跟TPU 因为就一般初学者来说 是蛮难取得这两个东西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相对来说算 蛮大的优势 然后另外就是 因为你的那个Notebook 是存放在Google Drive上面 所以你不管是要分享它 还是共用都很容易 最后就是像一些图表或表格 它是可以帮你视觉化地呈现出来 但是当然也是有缺点的 就是说它连续运行的最长时间 就是12小时 如果你超过的话 它就会直接给你强制停止 而且你下次再重开的时候 你原本那些资料就通通都不见 然后还有就是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所以它GPU跟TPU是有用量限制的 然后除非你是花钱去买那个 Google Pro 它的用量才会比较多 不然 基本上你只要用量用完 它就会把你限制 然后你要一段时间之后 才可以再用这样子 好对 虽然有上面这些缺点 但是就整体来说还是力大于弊 所以还是很推荐给 机器学习的初学者来使用 然后介绍这个HuggingFace 它是一间人工智慧的新创公司 它底下有开源很多NLP知名的语言运训练模型 像是BERT啊 GPT2这些 它也支援一百多种语言的 像是文本分类 生成和问答这些任务 它们底下有一个Transformers的套件 使用者可以用这个套件 去下载训练跟上传 他们的语言运训练模型 这个套件目前在Github上面 也有6.7万个STAR 这个STAR的成长速度 在新创公司里面是最快的 接下来就直接来示范 因为我记得 我听说这边有网路 所以我就直接开Colab来看 这样字应该够大了 这个的话 就是我自己写的一个Colab的笔记本 那这个笔记本呢 待会也会分享给大家 所以如果大家回家自己 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来玩玩看这样子 那就是说在开始用之前 记得要 就是另存一个自己的部本 然后这个执行阶段要改成GPU 不然你训练起来要很久 然后另外就是你点击上面这个连线 就可以开始执行 当然是因为今天时间有限 如果这个程式实际跑起来 会蛮花时间的 所以我们这边就不连线了 那待会就是我一边讲程式码 然后一边介绍这样 那一开始这边的话呢 就是Colab的内建 是没有Transformers跟Dataset 这两个套件的 所以就是要用PipeInstall 然后Transformers跟Dataset 这样子来下载 基本上就跟你自己 在你电脑里面下载 任何Pipen的套件都是一样的 反正下载完之后呢 就可以用这个Transformers 那我们首先来用这个Pipeline 那Pipeline是完成NLP任务 最简单的一个方式 那我们就来看它可以做哪些任务 首先我们来做这个情感分析 那所以我们就把Pipeline input进来 然后这边就是用Sentiment Analysis 对那你不需要指定说你要用哪个模型 它会预设就是帮你抓最好的模型下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边Default 它就用DistailBird这样子 对那它就把模型下载下来了 稍微放大一点好了 OK 然后 然后我们再来就给模型随便一句话 比方说This moving is interesting 那它的分析结果就是positive 然后分数有0.99 那如果改成给它这个 This moving is boring的话呢 它就是给negative 然后也是0.99 对所以看得出来它的分析结果还蛮正确的 对那使用Pipeline就这么简单 刚才上面只花了1 2 然后3 然后3行就可以完成NLP的任务 你甚至不需要去了解 就是怎么做资料预处理 或者是模型架构等等 因为HuggingFace都已经帮你把这些都封装好 那你就只要直接呼叫Pipeline就可以了 好那接下来做这个文本 生成的任务 所以我们这边参数就是给它Test Generation 然后它就会帮你预设抓GPT2下来 OK 然后我们就给它一句话 那个Once upon a time there were three little pigs 就是三只小猪 好然后看它接下去会讲什么 它就说She is pregnant with two One her father and one his mother 然后the baby boy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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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反正就说什么猪爸爸猪妈妈 然后猪小孩 反正就不知道在讲什么 但至少看起来这个句子还蛮流畅的 对那接下来是讲那个问答 好所以参数呢就给它Question Anthony 那它也是预设就会抓它的模型下来 然后这个QA的话呢 也是要给它一篇文章 然后再问它一个问题 那它会去文章里面找答案 所以我们这边就是给它一段 有关哈利波特的介绍 然后后面这边就问它说 Who is the author of Harry Potter 这样子 那它底下的回答就是JK Rowling 对 它的回答也是正确的 那像刚才的话呢 都是使用它预设的模型 但其实你也可以换成你自己想要的 那就比方说回到前面第一个 那个情感分析的任务 我们刚才是做英文的嘛 那现在我们想要用中文的 那首先呢你就要到Hugging Face 有一个Models的这个页面 等它跑一下 哦 好 放大一点 好 那左边这边呢 就有很多筛选的标签 那因为我们要做的是 那个sentiment analysis 那它实际上是一个 Task Classification的任务 所以这边就选这个 然后语言的部分 因为要做中文的 所以就选Chinese 那它就会帮你把说符合的模型都 就是陈列在右边这样子 然后因为我们要做的是情感分析嘛 所以就要选跟 sentiment analysis有关的 所以我们就选用这一个模型 对 那就把这个名称给记起来 然后回到刚才的collab这边 对 然后呢 如果我们想要用这个模型的话呢 我们必须先引用 这个automodel for sequential classification 跟autotokenizer这两个物件 然后那我底下就稍微介绍一下 这两个东西 那首先这个automodel for sequential classification 后面这边就是在指定 它要做的任务 那刚才讲是test classification嘛 那这里的话呢 它名称就叫做sequential classification 那这两个其实是一样的 好 那如果你不确定 你到底是要用哪一种 模型的架构的话呢 那你就3720 你就给它用automodel就对了 反正它会自己帮你决定 对 那这个autotokenizer的话呢 则是因为说我们的模型 是不可能直接吃文字的 所以我们要透过tokenizer 来把我们的句子 先切成一个一个的单字 然后再把这些单字 转成对应的token 那这个token的话呢 就是数字 所以模型实际上是去吃这个token 好 所以我们这边呢 就把这两个给impot下来 然后要载入的话呢 似乎叫有一个 叫做fromptrend的这一个function 然后里面呢 就是给它我们 刚才复制的那个models的名称 对 那这样子 它就会帮你把模型给载下来 好 然后跟刚才一样 使用pipeline 然后一样是sentiment analysis 然后只是我们这边model 跟tokenizer的部分 就是改成用我们刚才制定的 就是刚才下载下来的这个 然后接下来就可以直接来使用 好 我们这边就给它说 这部电影真有趣 那它的回答就是positive 那如果这部电影真无聊呢 它的回答就是negative 所以这样呢 就可以做中文的情感分析 好 那到刚才为止 都是拿别人已经fitone好的模型 对 但这样子就很无聊 所以我们想要自己fitone一个模型 好 但是在做这件事之前呢 我们必须要先做资料域处理 那我们就要用到huggingface有一个dataset这个套件 然后用rolldataset这个function 然后去下载这个yelpreview4这个资料集 好 那这个资料集的来源呢 就是yelp的这个网站里面 用户对于各个店家的评价 就类似google评论这样子 好 然后我们就把其中一笔资料印出来来看 那我们发现它有task跟label两个栏位 那test的部分呢就是用户的评价 对 反正就这些 然后label的部分则是它的评分 那它的评分呢是从0到4 那分别就代表1到5颗星 那星数越高这个分数就越高 就跟google评论是一样的 好 那我们也看一下它training跟testing的资料集大小 那我们发现呢它的training有65万笔 然后testing的话是5万笔 对 但因为这个资料集太大了 所以如果你全部训练下去的话 会花很多时间 所以我们底下呢就只取1000跟 不是 4000跟1000就好 好 然后跟刚才一样 就是用到这个autotokenizer 来把我们的文字转成数字 那这边我的模型名称呢 是用birth bed case的 那这个就是待会要用到的模型名称 那等一下会再补充 对 那你要做资料域处理的话呢 就是去写一个function 那输入呢是你的文字 输出就是把它处理好的token 所以我们这边呢就是用tokenizer 然后输入呢就是它的test 好 那我们后面要加上 padding跟tuncation这两个参数 那这是因为大家知道 在训练模型的时候 它的input layer长度是固定的 对 所以如果你今天句子如果太短的话 它会在后面帮你补上padding 那如果你句子太长的话呢 它则是会帮你直接troncate 就是阶段 好 然后呢我们就是呼叫这个map这个函数 然后这样子就可以把你 你刚才那个资料集里面的所有文字 通通都转成就是token 好 那像这样子资料预处理就结束了 那我们再来要做的就是 把模型给就是loaded下来 那我们就是用bird bay case这一个模型 那这个模型呢是最原始 就是完全没有phytoon过的bird模型 对 那我们待会就是要用这个 然后这个number labels这边要 记得要设成5 那是因为我们标签有5类 就是刚才讲0到4这样子 好 然后我们在训练的时候 想要计算它的正确率 所以我们这边就要用这个roll metric 然后用occurrency 这样子它就可以帮你计算 这个你训练时候的正确率 然后这跟刚才在做tokenizer的时候一样 就是写一个function 然后输入呢是你的预测结果 跟你的正确的标签 那你就继续计算它的正确度 然后并且把它回传 那这样子就可以 好 那训练过模型的人都知道 就是会有所谓的超参数的问题 那在transformers里面呢 就是用training arguments 这一个物件 那基本上我们需要设定的呢 就只有这个output directory 这个是代表你到时候存档的名称 那至于这个evaluation strategy等于APOC 则是代表说你每一个APOC 它就会去呼叫上面这个compute metric 然后它就会去计算一次正确率这样 好 那其余的参数像是 那个APOC啊 batch size这些 就保持预设就可以了 好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去建立一个 这个trainer的物件 然后把刚才的model 这个argument training dataset evaluation dataset 还有这个compute metric 这些通通都丢进去 然后就呼叫trainer.train 就结束了 对 那它底下呢 就会开始帮你训练这个模型 那我们4万笔资料 它大概要 4千啊 4千笔资料 它大概要跑22分钟 对 那底下这边就可以看到 它每一次APOC的正确率 就是越来越高 那最后大概60%左右 对 那虽然60%没有很高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只拿4千笔资料而已 所以如果你把全部的资料都拿去训练的话 这个数字应该可以再更高 好 那这边就训练完了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可以用saveModel 这一个function 然后把模型给下载下来 那这边参数的部分呢 就是给它下载的路径 对 那它就会把它下载在testModel 这一个资料夹里面 不是 这个资料夹里面 然后你之后想要再把它载录回来的话呢 就是用from pre-chain 然后这边一样 就是给它你的那个model的路径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提一下 就是hugging face有一个很强大的功能 就是说它在PyTorch跟TensorFlow之间的模型 是可以很轻易地来做转换 那我们刚才下载的时候呢 是下载PyTorch的模型 那我们现在如果想要用TensorFlow的模型的话呢 TensorFlow模型的特色就是 它的模型前面都会有一个tf 就代表是TensorFlow的模型 那你在把它载录使用的时候 就是在后面加frompt等于true 那这样子它就会帮你把PyTorch的模型 转成TensorFlow的模型 那就可以在你的程式里面用TensorFlow的模型 那再来就是既然都来cost cover 那就要讲一点跟开源有关的事情 对 那比方说你现在想要把你 那个已经PyTorch好的模型 分享给大家的话 那你需要先下载这个hugging face hub 这个套件 那一样就是用pipe install来下载 好那下载完之后 下一步要做的就是登录 那你只要执行下面这个程式 那它就会跳出这样子的一个提示 然后你就是点这个连结 那它会帮你连到hugging face的一个网站 那你就在这边新增一个 全线是write的token 然后接下来就是把这个token复制到 你的上面这个框框 然后按login就可以成功登录 然后再来登录完之后呢 就是呼叫push to hub 然后这边呢就是加上你model的名称 那这样子它就会帮你推到hugging face的网站上面 那如果你原本没有这个ripple的话呢 它也会帮你新建一个 那虽然刚才说这个transformers 可以帮你转换pytorch跟tensorfold的模型 但这样子会比较花时间 所以基本上为了使用者方便 还是建议你把两种的模型都push上去 对使用者比较友善一点 所以我们的tensorfold的模型 也就一样push to hub 这样就可以推上去 然后刚才的tokenizer也一起推上去 那之后呢你就可以从网路上 把自己的model给载下来用 那这个时候它的名称就会是 你自己的username一条斜线 然后再加你的model name 那就以我自己的模型为例子 它就是我的名称 然后一条斜线 然后再加model name这样 那刚才把模型载下来之后 我们把它叫做mymodel跟mytokenizer 所以我们底下呢这边就一样用sentiment analysis 那model的部分就是用mymodel跟mytokenizer 然后结果就给它一句话 说this restaurant is great the food there is delicious too 那它的结果呢就是label4 也就是五颗星 所以看得出来它分析的结果算还蛮正确的 那最后呢就是讲一下网站的部分 你可以到huggingface的网站去看自己的模型 那大概会是这样子的一个画面 那这边有可以编辑你的model card 那就类似你在github写readme一样 那这边有一个host inference API 就是可以对你的模型做一些简单的测试这样子 那colab的部分大概就到这边 那最后这边是我的一些参考资料 那很推荐大家可以去看huggingface transformers的document 就是它的内容很丰富 然后也很完整 那基本上我的那个colab 有一部分也是截取 就是他们的document这样子 就很推荐大家可以把它整个看完 就是对NLP会更有理解这样 那最后一点时间就来做个小总结 那我们今天介绍了NLP的实际应用 语言语训练模型 还有google colab加上huggingface的实作 但这些就只是NLP的冰山一角而已 就还有很多东西都没提到 那因为时间有限了所以也讲不完 所以就欢迎对NLP有兴趣的人呢 可以自行研究 或者是待会找我一起来讨论 让大家一起共创良好的社群环境这样 好那最后的话 本一层也有响应开源风气 所以投影片跟范例程式码 都有公开在GitHub上面 那就可以找 右边那个程式码来使用 那至于左边这个话呢 就是我的GitHub 那之后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 也欢迎来联络我 好那我的投影片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还有一点时间 有人想问问题吗 那接着也可以先走 OK 请问 你像我们旁边的下载的模型 现在是下游认 对它是那个已经Pretrain好的模型 对 原来的那个上游认 下载的模型 可以再加几个材料 再轻敏 对你可以用你自己的资料机 对它做Biton 是可以是可以的 你只要能把自己的资料机 整理成那个 它可以吃的形态就可以了 直接做Pretrain吗 嗯 嗯 嗯 没有特定的任务 那应该就是还没Biton过 对 还没Biton过 对 可以再加几样 然后让他注定吗 可以啊 可以吗 对啊 只要你有资料机 你就可以做这件事 对对对 跟做法本是一样 跟这个其实差不多 对 它就是基于一个 已经Pretrain好的模型 再去做Biton这样子 下一个讲座 好 那 刚快登出一下 这一个鬼的社群解教人 我先来站在一下 是你的玩意吗 我看一下 他可以请这样子 OK OK 好 去外面讲 为什么 为什么 我可以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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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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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 文字幕志愿者 哦 分别是 什么 跟现在 大家 全部 文字幕志愿者 跟 我 这些 最后